哈喽,欢迎收看公民丁105会考级第二集 这支影片我们要讲第42题 第42题的题目如下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先把影片按暂停 把题目看完,我们就先直接开始讲啰 首先他要跟我们假乙的职权 所以我们必须先知道他们到底是谁 我们先看看假 他说他可以提名大法官 所以说这是属于总统的职权 可以判断假就是总统 至于乙,他可以否决总统的人事人民案 所以说乙就是立法委员 记得了假跟乙是谁之后 我们来看看选项吧 A提到了负义 所谓的负义是说 行政院认为立法院的决议至爱难行 所以经由总统何可可以提出负义 所以是行政院对立法院的行为 而非总统对立法院做 A就可以判掉咯 至于B选项说 立委可以对总统质询 这个可能有点小困难 因为立委可以对行政官员提出质询 但是总统并不对立法院负责 他只对全民负责 所以说总统只会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 而不能被立委质询哦 B选项也是错误的 C选项则是说 总统可以解释法律命令 但是这应该是属于司法院大法官的职权 他们会做出解释文 来说明一个法律或命令有没有违宪 所以C选项也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剩下诸选项 他说立委可以提出不信任案 这是没错的 因为立委对行政院提出不信任案 就是立法院制衡行政院的方式之一 所以说正确答案就是租楼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到FB按赞和YouTube订阅 给我们更多支持哦 公民丁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